因为真产风波传出了遭到恐吓的王文阳 现在身边多出了特别从英国聘请来到台湾的随身保镖 在上午呢王文阳从他的住家要前往到公司 这名英国保镖就随车护送 而由于真产的美国厅政会日期即将逼近 保护王文阳的人数现在也增加到了9个人 王文阳红色坐车离开住所 两名保镖赶紧上马路警戒 除此之外原本只有辖区警方派一部车尾随 上午却多了一部车 前后两部车包夹王文阳的坐车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坐在王文阳旁边的这名英国保镖 尽管玻璃窗有遮蔽物 但停红绿灯时还是依稀可见他随时警戒周遭一切 而且不适合王文阳交换一件 而这名英国保镖可是大有来头 除了是英国皇家警卫队出身 也曾在美国突击队受过训练 除了这名英国保镖之外 保全规格也提升了 前车有四名国内保镖 尾随车辆有两名警察 和王文阳同车只有三名 加起来共九人保护着王文阳 王文阳为了争取父亲王永庆的遗产 8月13号将在美国举办公庆会 心前却传出遭到电话简讯恐吓 虽然贝勒案 但王文阳不敢大意 才会找来英国保镖贴身保护 终于新闻黄英奇运官的台北采访报道